这书说到这儿,到了最热闹的节目 紧跟着五月初五神州内 真假诗天大闲伸手势,大闹泰安州 咱们书接前门 江南十老全凑齐了 这段书叫十老斗一空 也盖着这一空倒霉 那么大的本事 头一次出面,叫人打得口下鲜血 这是第二次露面 让十个老头把他给遇上了 你想这十老一个在的一个 都是磕头的把兄弟 能不一条心吗 谁能瞅谁的哈哈笑啊 这才应了那句话 来者不善是善者不来啊 特别是十老爷子 灰蟹见客走话长 这老头不开玩笑,不说话 这一露面嘻嘻嘻哈哈哈哈 像逛市场差不多少 十千一看乐得奔奔直奔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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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么巧啊 怪不得年头天下大乱 老头要造反哪 都藏窗来的 怎么说话 十老爷子到的津前 石家 你看我们来得及时 太及时了 我说一空 你可不能见好就受 你是少林寺 寺当家的 你可有两下子 你要临阵退缩 给少林寺丢人现眼 你那个能耐 再上去几位 无所谓 你可别跑 要跑你是我孙子 老爷子都上 他多坏 他这一说 七个老爷子也乐了 好 今天我们凑凑圈 会会少林的高僧 哥哥兄弟 上上 撑撑撑撑撑撑撑 这几位也上去了 十个老头 把一空给包围了 一空一看 嘿嘿 气得腮帮的肉都鼓起来了 好啊 好啊 你们以多为胜 贫僧 丧 陪 到底 大和尘 大和尘 武动 方便 连环船 一人 斗 失老 要说这人可够酱的 不有那么句话吗 官棍不吃眼 千亏 这叫 眼子棒打不回 他就是个眼子 说白了 说白了就是个空子 耗他这张脸面 觉得自己了不起 我是少林寺四当家的 我不能认输 不能认栽 可他就忘了倒霉了 他硬撑着 一个人斗十个人 怎么能是人家的对手 那失老个个都是侠客 都不白给 拉出一个不行 俩不行 十个还不行啊 特别是失老爷子 邹瑞邹化昌 一个人斗一空 就差不多少 稍微软那么一点儿 那九位弟兄 你给帮忙 那能耐 那比一空高的多呀 这一空啊 挂 挂挂暴教 西施教会顶什么 没用啊 他是气的 刚把双蓝躲开 肉 宝刀到了 刚躲给宝刀 宝剑到了 刚躲给宝剑 大铲到了 刚躲给大铲 葫芦边到了 他是眼花缭乱 一个没留神 正好让十老爷子一咬 当他腿肚子上 书中代言 一般人登上 跟踢的石头装子上 差不多少 根本你劈不动 但十老爷子是什么人 那两头腿 劈过百慕装 胳膊出的百慕装 一脚一根 一脚一根 肯定得踢舌了 要踢的人腿上 这样受得了吗 也就是一空结实 换旁人腿给他踢舌了 就这一下也受不了 一空和尚 站立不狠 哎呀 胡同一声摔倒在地 大产业撒手了 让他倒霉 摔的这个地儿 离石田最近 石田这人专门钻空子 有便宜 绝不让步 石田一看 来活 小片刀一顺 在一空和尚的 屁股蛋子上 噗就来了一刀 这小片刀 你别看尺寸不大 还挺快 这下扎进去 二三寸身 让这一空和尚 个大 也啪 屁股肉也好 换旁人 扎到骨头上 就这一下也受不了 一空 哎呀 那一声 顺着伤口的血 噗就喷出来 狼狈 咱们前文书说 一空和尚 练的是金中赵 铁布山 十三太宝的横亮 枪扎上一个白表 刀砍上一个白印 本来是扇臂刀枪的 那怎么这回 剑了血了呢 有原因 被邹瑞 邹化成一掌 打在他口下鲜血 病了俩多月 才把伤治好了 这一下 把金中赵给破了 所以说 今儿个十千 减了便宜了 对方 你这大乱 光明和尚 三德法师 永基和尚 兴隆僧 白虎僧 赶紧过来 把四当家的 扶起来 再看一空和尚 背过气去 那又说 怎么这么重啊 不是 踢那一脚 不至于这样 扎那一刀 也不至于 一空和尚 气性大 栽不起这根头 因此 气了一阵昏迷 脸都清了 众和尚 顾不得玩命了 七手八脚 抬着一空 从院里出去了 十千他们是 大获全胜 坎红刚要走 叫十千给拦住 待待 等待 你先给我站住 坎红下的脑袋 嗡立着 你 你要干什么 我要干什么 今儿事还没解决呢 咱们讲的明白 说的清楚 今天在太公司 为什么要比划 就因为你贪心不足 进犯了周杰庄的疆界 咱们讲的很明白 如果打了外仗 你们主动退出 说话得算数不 卡锋 说话要不算 今儿就把你废个字 你可走不了 我当然说话算数 马上我就派人 重新化命将界 对了 把你吃的那些 给我吐出来 你听懂没 听懂了 坎红等人 联休待会 退回坎家庄 你说这事能完吗 可周宝成可乐坏了 这脸露足了 把失去的又夺回来了 旷啊 果木树啊 能不感谢水不良山 和江南石老吗 他马上分输一声 快点准备爬山虎二人抬 把个别老爷子 抬回咱们招家庄 通知乡亲们 削罗打鼓 隆重祝贺 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 有一喜就有一忧 有一乐就有一悲 对方是垂头丧气 丢人现眼 这边是打腰提气 兴高采烈 吹着唢呐 敲着鼓 又是锣又是闯 高高兴兴 回到周家庄 这周宝成是忙里忙外 把家里的规则的干干净净 上房屋全都给腾出来 应接失老入座 缓带来的各位英雄好汉 哎呦 家里的人一个个喜气洋洋啊 高兴的就甭提了 众人洗脸漱口归座 开始长谈 这失老落座之后才问十千 究竟你从什么地方来 十千文庭口大哀声 别提了 我在丰都城转了六圈 后来跟娘们爷商量商量 我说我还没到寿路啊 让我多活几年吧 娘们爷跟我交情不错 别连头啊 可以吧 你走吧 我又溜达回来 周同把脸一沉 十千 你什么时候能说正经的话 哎 怎么净耍贫嘴 真的 你听我道来 这十千也没隐瞒 把大闹东京变量 如何谈的官司 如何过的堂 所遭所遇 从头到尾 讲述一遍 失老温平 大吃一惊 哎呀 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哎呀 多的没啥再多了 到后来怎么样 后来我能耐大呀 我到底把蒙丹兰谱 倒出来 后来逃出东京变量城 这不平安到了这了吗 那你什么时候给我们苏比星 哎 我抽了个空 不就跟你们打招呼 让你们来的吗 十千就没露这笔 就没说破 还另外有个十千 他打糊涂语 这帮人谁也想不到 能出来俩十千 所以也没有深问 十千说了 现在人头凑得差不多了 离这五月初五也接近了 我说咱们来的正好 我说老爷子 你们老哥仨说 把前站 不是的那个地点 都安排好了吗 周同说都安排好了 这点孩子 你放心吧 一切一切 全安排好了 咱们住的地 就是队松庄里边的 皇家英雄老店 黄家店是哥俩开的 老大叫黄守仁 老二叫黄守义 哎 也是我一个记名的弟子啊 我们去了之后 他们非常非常高兴 他们答应 把整个店房都腾出来 供咱们下榻 而且他说了 没钱没关系 他们哥俩兜着 啊 行了 有吃的地方 有住的地方 咱们心就有底了 那就可以等着五月初五 比武打累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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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咱还要听听信 人家到时候 到周记庄给咱送信 哎 您说这事多巧 就在当天的晚上 黄氏弟兄亲自骑着快马 带着总管黄顺 来到周记庄 没费劲 找到周宝成他们家了 来见六老爷的周光祖 师父 一切就绪 全安顿好了 原来店房里啊 住着不少人 我们把事情一说 这些人同行打理 主动把地儿给腾出来了 我们重新刷了刷 糊了糊 另外打扫打扫卫生 一共统计一下 大小坊间四十六套 够用了 够用了够用了 师父 你们说什么时候起身吧 什么时候起身都可以 周同一挺 今晚了 今不必去了 明天再走也不迟 黄首人黄首义说这样 那我们先回去 连夜赶回店房 做好了准备 明天接待各位 人家走了 事情进行的极其顺利 周宝成 欲信不忍了 周宝成一看 给我们帮个忙了 地盘抢回来了 出了那么大的力 人家走了 我有什么表示呢 周宝成说 这样吧 我出二十个人 我们装着年轻人 有的是 拔那个精明的 可以跑个道 送个信 站脚助威呀 另外我说过 我出资十万 那是 表示对石头领的感谢 另外我再拿出十万银子 作为擂台的赞助 周宝成有钱 家里趁着聚宝山 家资聚富 而且银子就在库里的隔着 没费劲 白花花的银子 二十万两拿出来 十千一乐 嘿嘿嘿 你还认真了 我能独吞十万两银子吗 这两银子我也不要 全都资助擂台的费用 二十万 有钱就好办事 周宝成这人真是个有心的人 亲自护送 到了第二天 老少英雄起身 赶奔对宋镇 路上无话 等到了这一看 好吗 叫镇点 比县城都不小 东西一趟大街 长下能有五里地 南北的铺户 论住家的也超过三千户 一眼挖不到边 而且格外的繁华热闹 饭馆 一家挨一家 酒楼一处挨一处 有澡堂子 有戏园子 有杂耍班子 这地方还不吐气 为什么呢 从塞北来的老客 在这落脚 赶奔泰安神州 到泰山近乡的人 乡客 也在这下榻 武汉八族 三教九流 都拿这 做个转运战 所以这个地方 非常兴旺发达 人也比较有钱 同时呢 传出风来 五月初五这历类 这个消息不经而走 谁不想开个眼 看看热闹 谁不想利用这个机会 发笔小财啊 做买卖的 从四面八方 拼钱全赶到了 站地盘 所以所有的店房 全都人满着一换 那买卖家 热闹就不得了 饭馆天天是爆满呢 小镇子一下就沸腾起来 他们穿街过市 来到皇家英雄殿 皇手人 皇手艺 率领众火箭 在大门口接待着 再看 皇家英雄殿 门前 高挂彩灯 搭着松子牌楼 接到 扫得干干净净的 老百姓 都在这围观看热的 回去出来这么多人 有老头 有小伙 有丑的 有俊的 但是一个个相貌堂堂 众人下了二人台 陆续走进店房 一看呢 人家下了功夫了 手是点被儿干净 院里连个草刺都没有 店房的伙计 都换的新衣服 胸前戴着红花 就像过年过节 办什么喜事似的 每个人都是一张张的笑脸 让人看着心里那么舒服 老少英雄进了店房 皇师弟兄就说 至于谁住在哪 谁住在哪 我无权安排 师父 您看着怎么办 周光祖说怎么办 我亲自安排了 把房子耗起来了 还得接待梁山的大队人马呀 宋江还得来呢 这是个大事 梁山还不定来 都是头领呢 所以把这房间 必须精细的安排好 你别看那么多房间 还不够用 黄首一说这么办 要真不够用 我家住在后墙外 把我们两家的房子 也腾出来 我们暂时搬到别人家去 我小舅子离这也不远 就这样 他们两家的房子 也腾出来了 给宋江专门留了个院子 作为议事处 当然 这个事是绝对保密 不能张扬 只有圈里的人知道 要叫公安府的人知道 那还了得吗 那是灭丙之灾 所以严密封锁消息 周宝成呢 把大家送到这 钱也给了 高高兴兴 领着自己的人回去了 这天晚上 大家笑语欢声 帮提多高兴了 十前连日来 没得着好休息 今儿这爷儿几个 睡得这个香啊 第二天 日头都晒屁股了 爷儿几个才起来 也恢复了体力 疲劳一扫耳光 熟悉一臂 大家坐在平堂上 是高堂阔律 正在这时 外边进了一人 十前一看谁啊 正是一百丹八将当中 神行太宝 甲马代宗 代的哥 众人齐身相迎 彼此见过 代宗说 十头领 各位啊 宋头领随后就到 来了多十位 一共十一个人 我先到这看一看 他们随后就到 好了 都准备好了 你送个信 我们再次恭候 半个时辰之后 宋江穿着一身便装 带着行者武松 武尔郎 花和尚鲁智身 黑玄风李奎 浪子燕青 谢真 谢宝 各位弟兄 一共十一人 骑着马 来到皇家英雄殿 宋江众人下了马 有人把马匹接过 笑意黑三郎 迈步走进平堂 呵 你可怎么干事呢 老少英雄俱赛 宋江赶紧上前 都打过招呼 宋江这个人 非常非常有礼貌 江南师老 都是老前辈 挨个给磕头 师老再三谦让 最后 让宋江起来归座 师前紧走一步 道进前 哎 我说三哥 咱哥们又见着 宋江拉着师前的手 兄弟 你辛苦了 你可为咱水不亮山 立下了大功 哎 客气什么 这是我应该做的 往后你要处分我的时候 轻着点就行 好吗 一句话 把大伙全都乐了 师前接着又问 我说三哥 听说你调动了千军万马 国有此事乎 宋江点了点头 各位 这次不单独 参加擂台 就打擂的事 用得着兴师动众吗 我已经八路派兵 做好安排 以擂台为眼子 咱们得手之后 我走马要兵取 泰安神州 是吗 众人眼睛就一亮 这回梁山要杀出来 要取泰安神州 扩大地盘 谁心里不高兴啊 他妈能盼着梁山的人 一统天下 推宋江 做皇上才好呢 十天一拍屁话 三哥 这回可以有大热闹了 是两个月 是两个月 你就明镜了